我是艾可 料理老師 蒸魚看似簡單 實則很需要技巧 特別是肉身較厚的魚 加一點這個季節的青花椒 特別能增加風味 今天我選用江浙人很喜歡的筍殼魚 大家也可以用鱸魚、鮭魚代替 請店家幫忙開背紗 連著肚子 這樣蒸的時候受熱會更均勻 撒少許鹽抹勻 讓內裡淨一點味道 肉質不易變老 還能去除表面黏液 放置15分鐘左右 想要蒸出來的魚麥相好 我們用80度左右的熱水燙一下 定個型 再用涼水沖洗乾淨 去除血污和黏液 讓魚的味道更清爽 準備輔料 蔥絲有個很方便的方法 像這樣用牙籤來劃 劃好後泡進水裡 盤中垫蔥白薑片和青花椒 把魚鋪� 把魚鋪鋪在上面 淋少許黃酒增香 蒸鍋上汽後放入魚 蒸8分鐘 關火後 先不要開蓋 用魚熱再虛蒸一分鐘 魚蒸好後 淋少許蒸魚豉油 擺上紅椒絲 蔥絲 薑絲 和青花椒 澆上滾油爆香 香氣四溢的 青花椒蒸魚就做好了 小花椒